上班的路上一度有了一个穿越的感觉 茫茫然而不知所去处 有一种穿不过去的感觉吧 穿不过去 随着气危下降 辽宁部分地区今天再度出现了大雾天气 气象载害预警中心从凌晨开始 连续发布了四个大雾黄色橙色预警 长市区出现了能见度小于200米的浓露 要我能看见 能见度啊 我看也就是几十米 那路上那车都打着双闪 楼里远了 根本看不见 像咱们家那个台咱台三十多层 走到越门口才能看见一半 最重要的是不知道是心理原因 我总觉得今儿的空气有点呛 基本上15楼以上都看不见了 大家对这场大雾的感受如何 到底今天的空气质量怎样呢 一起来看一下我们记者的采访 现在是早上9点 这里是沈阳市的红阁桥 那么这场大雾在这个时间出现 给市民带来最大的影响 就是早高峰的交通情况 我们来看一下 从浑南地区开往市区的马路上 已经出现了交通樱土的情况 那么刚刚我们坐车里发现呢 在车上能够看到前方的景象 大概只有六七辆车这样一个距离 所以目前在马路上行驶的车辆 都是减速慢行 那么说过了交通情况 我们再来看一下大雾的变度 那么在浑河桥上望向浑河 这就是最直观的景象了 现在的能见度呢 大概只有一百米 那么在浑河的岸边 原本是可以看到很多建筑物的 不过现在也都淹没在了大雾之中 这里是沈丹高速公路的青年大街站 现在是上午的九点三十分 就在十分钟之前呢 这条高速公路还处于全部封闭的状态 那么随着雾气的散去 现在太阳也已经出来了 所以这条高速的所有车辆 已经全部通行了 记者在沈高速公路管理局了解到 截止到上午十点 因为大雾封闭的路段有辽宁中部环线高速辽中南站 三面船至公主屯站 同时 沈康高速全线禁止七座以上客车 大线车危险品车通行 除了对交通情况的影响 很多市民也在关心 大雾笼罩下的城市空气质量情况 记者在沈阳市气象局的官网上看到 PM2.5浓度实时监测报告中显示 所有城区中只有两处标记为轻度污染 其他空气质量均为良或优 尽管如此还是有市民因为大户感到担忧 因为我家里有病人 所以说也会担心这种雾霾天气 所以说我会给家人打电话 告诉他们尽量早晚少出门 雾里的本身是应该是气体 是水氧气这类的东西 霾呢就是说霾指的是尘埃这类的东西 那就是说这个雾里头吧 有这个谢克利的尘形成了这个霾 我们一般习惯就叫它雾霾 是这么个概念 虽然是有雾 但是根据这个网站上公布的这个信息 如果它是凉的话 还没有必要太过于担心是吧 对对对 雾吧 就是正常 就是说你城市就没有雾了 的话它气象原因 它也会形成雾的 今天早上确实有很多朋友都说 这个公布的PM2.5指数准吗 为什么外面雾都已经下成这样了 还说沙阳的空气质量是凉呢 这件事情我们得解释一下 那这回大家伙应该也听明白了 就是雾和霾是两回事 不是说下了雾PM2.5的指数就一定很高 这个听气象专家说呢 这次大雾呢 因为之前有这个降雨 空气湿度大造成了 一放晴立马就能够云消雾散 对比如说现在外面的天气情况就已经好很多了 太阳升高了 大雾也会逐渐消散 气象局预报说今天午后是晴好天气 明天辽宁的气温会略有升高 所以大伙不用担心路线结冰 估计空气湿度也会有所降低